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法师为什么他们修起来就这个环境比我们好一点呢 因为法师到山上去了 他就这点人 所以他接触的这点事情 他每天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这么过 所以他不会有很多外境所染 因为他没有外面的环境 而我们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 天天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天天会有贪嗔痴念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克制 就比别人克制会难一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更要收敛自己的心 收心收心 就是把自己的心 要收到自己不能忍受的位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自己已经收到 哎呀我怎么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 好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克制了 明白吗 没人家能做 为什么我不能做 你想想 为什么人家生癌症 你不生 对不对 举个举个不好听的例子 这个我们悉尼有一个小男孩 医生介绍给台长 他患了艾滋病 他找台长看 台长跟他讲 你年纪轻轻 你只有二十二岁 一个小青年 你为什么不学正道 对不对 你就是放纵自己一次 你就得了这么个艾滋病了 对不对 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 因为你的放纵害死了你 你现在的命未在旦夕 而我们现在 为什么还能好好的活着呢 为什么我们很多学佛人 今天还能如理如法 自由自在呢 因为我们懂得戒律 对不对呀 很多人做错很多事情 他就会受到报应 而我们不做错事情 我们克制了 我们就不会有报应 台长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跟别人争吵的时候 同样两队都在争吵 那一队争吵了 吵到后来 因为有一方没有克制 打起来了 把对方眼睛打下了 而你因为是学佛人 虽然你克制不住自己的争吵 你吵了几句 吵完了之后 你觉得哎呀 我是学佛人 我不能再吵了 否则会有业障的 你停止了 你的眼睛就保住了 这就是戒 戒是很重要的 没有戒 你就没有慧 应该一个人要懂得戒 戒了之后会产生定 定了之后就会有智慧 所以学佛人要长智慧 不能长余智 小弟你记住台长一句话 有些事情 人过流生 艳过流明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一会儿功夫就没了 那是一刹那的时候 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去追求 一刹那的幸福 有什么可以追求的 真的会害死自己的 追求的是永久的心灵的愉快 对不对呀 你如果今天 如果你今天谈恋爱 没有问题 你们两个人 如果做一些 什么感情上的问题 师父也无可厚非 讲你们什么 但是问题 如果你不正 自己动了邪念了 那你一定会沾染到很多的业障 所以你们都要懂的 没有人讲给你们听的 我们的父母亲自我们的身体 不能指导我们的生活呀 所以现在有师父在教育你们 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呀 好好地听 好好地改毛病 听得懂吗 年轻人犯点错误 不算犯错 不要有压力 否则你会有点恐惧症 或者有自闭症 不要有压力 年轻人犯罪很正常 问题犯了不能再犯 犯了一定要改正 你是好孩子 师父以后希望你多出去周度人 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 你可以提升自己的 你不帮助别人 你永远自己不会提高 你不信了 你跟 你经常帮同学说 跟他讲作业 讲讲讲讲 你自己全明白了 你只在这一年来 那你偶尝 你 对 你 你